文昌講古經,主持文昌 文昌講古經,6月22日的早上時間 跟大家說說內房方面的消息 大家都知道我們過去都有緊密地跟進 關於內房方面的一些政策 以至整個行業的發展展望 最近一次跟大家說在五月中旬的時間 跟大家討論 用創中國未能支付多項債息違約 內房美息強勢下未脫困 亦都提及廣州鋼房太息救市 大家都知道我們的看法 一直都認為 即使內房已經在政策面見底 但是違約潮都未結束 很可能有不少內房 資金鏈都會在這段時間 正式斷裂其實很多已經陷入一個困境 只不過債務未正式到期未正式違約 都可能吊著名 但是接下來的發展 其實都會陸陸續續 隨著美國都進一步加息 這些重債的內房 承擔的利息開支 根本就是沒有辦法支持 到最後一定是拖垮自己的 所以我跟大家說 如果你要買內房股的話 就要非常小心 選擇國企比較安全 事實上我們一直都跟大家做了警告 內房的股價事實上 都是繼續在地面躺平 一蹶不振 這方面大家都看到 加上中國方面 採取了所謂的動態清零的抗疫操作 不斷搞封城封散 其實很多地方封城封了兩三個月以上 例如東北的丹東等等 其實很多人已經很難生活下去 你想一下 封一封 封一頭半個月 對經濟 對很多民眾收入的打擊 實際上都是難以量化的 你想一下 只是封城封城 然後封城採取的措施 都是相當粗暴 這件事就影響了很多中產 未來在中國繼續發展 置業甚至信心 這件事也是打擊了內房的燒情 內房就是要靠賣樓去套現 令到公司能夠運轉 如果在現在的抗疫措施之下 加上市場的風險位納這麼差 沒有什麼人願意去買樓的話 你就可以想像內房股這麼容易脫困嗎 當然是非常之難 內房賣不到樓 地方政府又賣不到地 結果連鎖效應一直拖垮中國財政 所以你現在搞核酸檢測 然後地方承擔 結果很多地方政府都賣不到下去了 很多都主動取消了核酸檢測 當然國家衛健委都不主張 你所謂低風險的地區進行核酸檢測 不過基於全國其實都有不同的個案 隱性的傳播鏈事實上也是存在的 如果你是要求動態清零的話 當然就是要通過不斷的檢測 才能夠達至這個目標 你現在有些地方所謂低風險地區 你就不檢測 到時有人群走進去傳入了 到時又來過了 所以這也是一個對於中國經濟的發展 一個死胡同來的 地方政府面對財政壓力都要搞一些奇招 根據信報的報導 地方政府和內房方面 現在都有一系列的新的政策 正路來說就是減低的 譬如像廣州一樣 減低房地產的貸款利息 各地都已經陸陸續續實施了 包括人民銀行都減了指標利率 現在就到一些二線城市 甚至個別的三四線城市 現在就搞一些所謂的 彭改發布防票政策 意思就是 一些彭護區的拆遷戶 可以在選擇賠償的時候 除了安置房 或者現金補貼之外 亦都可以選擇在限期之內 用一張能夠相當於折購新樓樓價的房票 作為一個補償 所以有些行 譬如內地的中信證券 就認為這個房票模式 如果普及的話 就可能會推動房地產產業鏈的復甦 首先大家都要知道 什麼叫做彭護區 內地就一些舊區 可能是鑑鐵皮屋頂 香港你都會看到 類似是洗字區 內地就稱之為 嚴重損壞防危險防的房屋 特別有五萬平方米以上 就叫做彭護區 類似是外國的shantytown 一些貧民窟 或者城中村 簡單就叫做彭護區 彭護房 但其實很多一二線 城市發展的時候 已經拆了很多這些 所謂的彭護區 彭改 叫做彭改 現在有別的發展商 叫做舊城改造 由發展商負責去補償那些釘子戶 讓他們搬走 彭改由政府主導 一般在內地九城半業主同意 二十年樓齡以上的老舊住宅 就會被行政徵收 一般會調遷到一些新的房屋 安置房 亦都可以做一些現金補貼 2015年開始 中國搞了一個彭改貨幣法 做現金補貼 但亦都因為這樣 導致三四線城市的樓價都飆升 因為這些彭改 很多拆遷 一筆收到相當多的錢 即是三四線城市 幾十萬到過百萬 因為根據 升了土地價格 去補償 即使打了斧頭 被官方壓價 諸如此類 但對三四線城市 都是一筆相當大的收入 亦都導致 不少人認為三四線樓市 升了上來的理由 現在鄭州等地方 搞這個所謂房票安置 即是不是去換新樓 或者是用現金補貼 而改為領取一個 可以做一個樓價折扣的 所謂結算貧政 有張證明說 你買新樓的話 可以打一個更大的折扣 比現金補償多 亦都比安置房 好 因為你可以自己去選樓 而地產商收了這張房票 就會跟政府申請 去取結算 中信證券就說 相比傳統的拆錢補償的話 房票可以令地方政府 拆錢補償的支付壓力 大幅下降 因為相當於打折 不需要取現金 但在房票上已經做了折扣 而最重要是時間差 因為如果你要補償的拆錢戶 就要盡早要付 不然收不到錢 別人就不走 現在政府的拆錢補償款項 可以變相等樓盤完成銷售之後 才給地產商 拖延政府可以遲些付錢 而對地產商來說 拿這些房票的居民 就變成潛在買家 可以帶動整個區域的樓市 就會復甦 因為很多人可能拿了這個房票 要去買樓 到時大家就看看 哪些樓可以成為這些居民的首選 可能會有諸如此類的優惠 那居民都會覺得值得值得 拿到這些房票的也會覺得值得值得 拿的錢更多於那個 就是現金補貼 又可以選樓 地產商也可以便賣到樓 而且呢 你說打折 那就是樓價實際上 可以定一個比較高的水平 就用這個折扣呢 正如很多內地人的說法 什麼打折 促銷 平時提高價格再打折 現在這個房票的補償模式是否也是這樣玩 這個做法似乎又有利消費者覺得自己值得 錢變成房票 又可以換樓 政府又可以遲些交錢 因為有些折扣是由地產商給的 地產商又可以賣樓 又可以頂住樓價 好像一舉三可以 所以中信證券認為可能會加速舊改和盆改 也釋放內地居民的自住和換樓需求 推動房地產開發的投資 除了搞盆改房票之外 鄭州方面又有新油 鄭州的地頭蟲 建業集團832 在上市企業 股價表現亦是受壓的 因為很明顯的 因為本身資金都是比較緊張的 現在市場率是0.2倍都沒有 也顯示到大家都會覺得 有機會債務可能會出問題 現在有新招 河畔樣房和河南開封建業城 分別推出了小物換房和大宣換房的活動 建業河畔以每斤2元人民幣回收小物 比市價每斤1.5元便高 最多可以用8萬斤小物 抵購16萬的樓價首期 這個樓盤的均價每方米5800 戶型是17-144 三成首期是20-25萬人 現在可以拿一扎小物支付首期 建業城用每斤5元回收大蒜 因為大蒜市價不超過2元人民幣 現在是一倍多來收大蒜 可以抵購2萬斤大蒜 即是10萬元首期 樓盤每平方米的均價5500元 即是貴了便刺激賣樓 知道大家拿一筆手期出來都有點緊張 你這些農民便可以拿小物或大蒜 即使你覺得省頭上不太多 你去買時價買 亦都可以覺得值得 其實都是萬變不離其中 令到你覺得好像挺划算的 就會去衝動消費 首期就下了去 下了去之後 你又不捨得斷工 不過內地亞微信群有些傳言 就說現在有些部分搞這個所謂盤改房票 有些搶搶的做法 他說有一個江蘇張家港的朋友就是這樣 本來住得好好的樓 突然間判了為所謂危樓 即是要盤改了 現在有兩個選擇 每平方米拿7000元人仔 即是做現金補貼 要是拿房票購買指定的兩個樓盤 而當地樓價平均是9000至1萬 7000只付7000 而房票本來的售價是9800 現在變成12000 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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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你說我付房票 就去到8-9000 嘩! 是多於現金補償 但樓價同時也變上水漲船高 所以用這個做法 似乎又可以一來頂住樓價 二來亦可以促進銷行 不過 分析員就說 你最後怎樣做法 地方政府都要出些錢 因為它又要補償發展商 是吧 這條數目到最後 只不過是遲些比 不過 如果整個內房市道 因為這樣好一點的話 地方政府都可以賣到地 這個就是 長遠來說的 整個路線圖是這樣 不過 內房股的分析員 跟信報說 現在都很難估計 多少城市會跟隨 這個盤改房票花 因為 都是有些比較特定 首先 你有這麼多的盤改戶 是吧 難道你真的隨便走過去 一些舊樓 就跟人說 你現在這裡屬於危樓 所以就要發這個盤改房票嗎 是吧 所以這個會不會是一個限制在個別地方的操作呢 大家都可以自己想一想 始終最大的問題 都是民眾對來經濟的信心 不要動一些 封城封散 他們才能夠 繼續找到食 他們才想一下 會不會在內地 始終買回房子 買回房子 內地沒有房子 始終等於沒有蝸牛 等於沒有身份 只要這種這樣 樂印 這種這樣 民間的偏見 繼續存在的話 內地始終都會有一定的 事業需求 大家都是繼續觀察 內地樓市的發展 買股票就要小心 stop 你 到區 來 遊行